十秀和杨雄两个人在和这伙泼皮的打斗当中结为弟兄 同时呢杨雄的老岳父的攀工正想着要找一个做买卖的伙伴 那么这个伙伴就选定了十秀 于是十秀决定就跟着杨雄到他的家里去 杨雄说先跟我到家里边看一看 我家里边有房子 你就在我那住就可以了 你也不用回你那南郊了 十秀到外边想拿这匾子 杨雄说这匾子你也别要了 金户里柴呀你也不用打了 这匾子跟绳子就留给这个酒店里边掌柜做纪念吧 十秀一看也好 心想我让上人家里边去 我扛这匾子干嘛呀 就这样 十秀跟着杨雄以及攀工就来到了杨雄的家下 杨雄这家呀挺宽敞 前边呢是一大院 大院当中这样呢是两层的楼房 后边还有一个后院 这个后院门口外边的是一条胡同 这胡同啊可是个死胡同 后院呢倒坐的对着胡同里边开门 有那么三间房这个老攀头呢就在这三间房里面住 老攀头早就合计了这三间房啊可以干一个门市买卖 就说开肉铺 而且老攀头都合计好了就在这个房山头这个地方还可以夹一猪圈 弄几只大肥猪到这养着 如果说那后院 杨雄他们先脏的话呢给他加一道短院桥隔开 这就齐了 老攀头呢曾经跟杨雄说过这话 杨雄也同意了 说您那么大岁数您自个儿能干得了吗 老徒说不要紧那我找伙伴啊 今儿个把石秀找着了 这样来了之后啊 这个老攀头先先上后边看自己那房去了 这就准备筹办了 可是杨雄呢领着石秀先到自己的住室 杨雄说我领你呀 先见见你嫂嫂 你们认识认识 于是杨雄把石秀就领到自己居住的楼下客厅 到楼下客厅这让石秀坐下 杨雄冲着楼上就喊了一声 小云哪 下来 咱兄弟来了 见见面 一说这句话 就听楼上面有一个女子轻轻的答应了一声 谁呀 紧接着 就听有木头底儿碰地的声音 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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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咯噔噔噔噔噔 由打楼上走去一个人来 石秀用眼睛一看 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夫 这少夫长得好漂亮 一瞧 黑森森的头发 精英英的眼睛 粉嫩嫩的脸蛋 红润润的嘴唇 细溜溜的腰身 底下甚至花簇簇的绣鞋 金山闪合体的衣服 玉損損的手指 一瞧这个女子 漂亮当中透出那么一点腰液 俊俏之内有这么一点轻跳 这个女人长大 是那种让所有的男人一见之后就心赤神亡的那种类型的女人 这是谁啊 这就是那潘工的女儿 杨雄的妻子 叫潘巧云 为什么叫潘巧云 人家生日好 七月七生的 巧云 就尤打这起了名 这潘巧云尤打楼上走下来之后 杨雄呢 就向他指引 巧云啊 这是我新认的弟弟 拼命三郎 石秀 他这么一指引潘巧云轻衣连步几步来到石秀的跟前 石秀就觉得有一股香气呜的一下子 吐到鼻子那儿 石秀心想好家伙 这粉没少茶 潘巧云站在石秀的跟前 轻轻的倒了一个万夫 叔叔你好 石秀赶忙站起来 嫂嫂 小弟有礼了 叔叔 你是今天刚到我们家中吧 啊对 头一次来 潘巧云往旁边看看杨雄 官员 这是怎么个叔叔啊 杨雄说 刚才在大街上打了一架 亏了我这个兄弟帮我这个忙 所以呢 我们两个就结为一姓兄弟 从今往后 他就是我的亲弟弟呀 石秀啊 这就是你嫂嫂潘巧云 今后他就是你的亲嫂子 是 嫂嫂 小弟进府中要有不周之处 嫂嫂 多多担待 这说到哪儿去了 这没什么说的 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这个潘巧云 看起来 挺开通 潘巧云跟石秀建完之后 一转身就上了楼了 这里呢 杨雄 招待石秀 晚上吃完了饭 石秀呢就住在了潘公那屋里边 他俩住一屋 住到潘公这屋里边 这潘公就跟石秀 谈他的自己设想了 潘公说 咱这个外间这屋啊 这两间房把它通开 这就算是门市 把咱这个门呢 再扩大一点 对着这胡同 然后呢 咱们在胡同口那 再挂一个大招牌 咱这个大招牌 给这肉铺得起个名字 石秀说起个什么名字呢 老头说咱呢 舅舅双义合 咱们一人俩开的 咱们一人俩双义合 咱俩得合呀 石秀说双义合 咱一人俩 这不就肩膀齐了吗 这不行 咱是一老一少 老头说别在乎那个 别在乎那个 反正是俩人干的 咱就叫双义合了 这两天就开始张罗起来 石秀这个人也很能干 到外边 给他订牌表 找人写字 找人磕 这牌表在那胡同口也安上了 这门口这也挂上了 肉岸子也买来了 秤也买来了 一鹰鹰背之物 全都俱全 各种的刀 全摆在岸子上了 紧跟着呢 石秀就给他买猪 买了几口大肥猪 赶到旁边 新搭的猪圈里头 到了这一天 放起鞭炮 买了开张 双义合肉铺 又叫双义合 屠宰措坊 石秀亲自下手宰猪 宰了两口大肥猪 劈开的事忘了一挂 你别说呀 老百姓有句俗话 新开的茅房还火之三天 这肉铺这么一开业 尤其听说 这是杨洁家里边开的肉铺 是老攀头当掌柜的 附近的这些老百姓 都往这来买肉 别说 开张头三天 生意正经不错 石秀 是白天在这卖肉 晚上结账 石秀这个人 还懂得管账 哎 你看还有点财快知识 老攀头是非常的高兴 就觉得石秀这个人哪 这个伙伴呀 我算是找不着了 买卖做到第五天 这天在外边 来了俩买肉 这俩买肉的是谁呀 就是提死杨张宝 那一伙子的 提死杨张宝 这些日子躲避了几天 一看杨雄也不抓着他了 打听明白了 今天杨雄上班了 提死杨张宝 带了一哥们 俩人 晃着膀子来了 前两天让石秀 打的那个伤啊 也轻了点 听说这石秀 在这开了个肉铺 张宝心想 今儿咱给他添点腻 找他点麻烦 这俩小的就来了 来到这个双义和肉铺 往里边一走 提死杨张宝 先周围看了 哎 我说掌柜的 买肉 这一说买肉 攀工先出来了 老头一瞧 哎呦 你买肉啊 你买多少 我来个猪 哦 你买个猪啊 你买个猪 你是赶着走啊 都 你得给我杀呢 我们家里边办喜事 朋友太多 必须得一个猪才能够呢 能杀吗 呃 这这事 您您等会啊 老盘头一转身 到里边把石秀 招呼出来 石秀出来开始 还没太注意 但是出来之后 石秀拿眼睛 一打仔细 一瞧 石秀心想 这两个小子 怎么好像前些日子 在酒店门前 跟我斗 的那俩小子 啊 石秀就知道 他们是来者不善 石秀在这 暗子后面一站 二伯 你买什么样的猪 买什么样的猪 越大越好 我买猪可有个规矩 必须得三百斤以上的 得是活的 活的它才新鲜 再一个呢 你得给我杀了 哦 我给您杀了 对 杀可是杀 我们这买猪 还有这么一规矩 杀猪必须得一个人杀 石秀心想 这就找别扭 必须一个人杀 石秀说 要是俩人杀的猪 俩人杀的猪不急性 我们不要 行吧 石秀说 你带够了钱了吗 钱 满腰都是 石秀说 这样吧 那我就给你杀一个 你先跟我过来 看看活货 然后我再给你杀 好 好 提四扬张宝这小子心想 三百多斤的猪 你一人杀 捆绑都捆不上 小子 你弄不了的话 这伙就找点辫子 两人跟着石秀 就奔这个房山头的猪圈这走来 石秀往这猪圈里一指 您瞧 这几口猪 您看哪个 您相中了 他找的最大的 足有三百六多斤 将四百斤了 叫这个 您家吃得了吗 我家人多 办喜事 哦 这个我得一个人杀 对 您知这猪多少钱吗 你说个价 这一口猪 本身的话 我得要您三十块钱 如果要一个人杀 那得加钱 用您的话说了 您不突急行吗 那得五十块 您要自个儿赶着走 我还是三十块 行吗 行吗 我出五十块 怎么样 我身上没带着五十块 但是我给您拿五两银子 这行不行 好啊 还有一样 你要是一个人杀不了 怎么办 石秀说 要一个人我杀不了的话 我倒找给你五两行吗 哟 这提想张宝心想兔崽子你吹 叫这大猪 你一个人能把他搬倒了 沙老 啊 好 就这么着了 咱可一言为定 石秀说对 石秀马上 倒在这屋子里边 告诉潘工 把那大木盆给我弄出来 先把沙猪用那个大长的木盆 搬出来 同时石秀告诉潘工 着俩火去 烧开水 往那木盆里面倒 准备着 秃鲁毛 这里面那边忙着 石秀呢 自个儿 腰里边 带两根绳子 伸手 把一口尖刀就拿过来 招呼着这张宝 过来 您在旁边站着看着 我可不帮忙 用不着您帮忙 您要是动一把手的话 就得分您一两银子 是吗 好嘞 我长得见识 我看这玩意你怎么杀 石秀把这口刀往嘴里边一叼 这手他就腾出来 腾出两只手 石秀把猪圈门一开 脉步就进来 这三百多斤的大飞猪 在那猪圈里边 哼着哼着正在那吃食呢 石秀 尤打他后边过来之后 啪一伸手 这手交错着 把这猪的后腿就抓住了 抓住后腿之后 他们一拥劲 这猪出通 这猪就倒了 猪这一倒 好杀猪似的叫 这猪就开始叫了 这一叫唤 石秀把他愣倒了之后 往前一赶步 这一脚 啪 就踩住那猪脑袋了 踩住猪脑袋 这个猪前腿想倒着站 就站不起来了 石秀 这踩住那个猪脑袋 这后腿 蹲出一头绳子里 就给他捆上 捆上后腿 万一般 过来到前面 这客气给 一下这猪脖子把前腿也给捆上 捆完之后 石秀 又到嘴里边的刀就拿出来 拿出这刀来 他这抓住猪的两头 三百多斤 啪 一滴咯 一转身 又到猪圈里边就出来了 那边 杀猪的东西准备好了 大木盆在那撂上 上面 就是这个大木板蛋上的 石秀把这三百多斤的猪 啪 棒子上面一撂 这刀手中一起照着猪的 前胸当尖这地方 一刀 有点这地方进去 略微一偏 这猪啊 不叫了 没动静了 这叫手艺 一刀就扎到猪的心脏了 这猪当时就完了 就这几下 就把这T四阳张宝给看傻了 哎呦 我的天 这小子他妈真有劲啊 咱们这 这就宰了 快 一刀 一刀从此这猪之后 啪 刀往我 血往我一窜 一会儿的功夫 就把这个猪 往开水里边一吐了 啪啪啪啪啪 猪中刮干净了之后 当中就一批两半骨葬下水 掏出来往旁边一撂 石秀拿过斧子来 咔咔咔咔咔咔 剁下猪头 劈成两半 石秀把这猪 往这一扔 哎 来了 张宝新香 我们家不是办喜事 我才量的 弄个三百多斤的猪 弄家去干嘛呀 啊 又一转家 看来我要不买 这玩意好像也不行 啊 哎 我说 咱商量商量 我就要一半 行不行 我给一半的钱 石秀说 给一半的钱可不行 当初你没这么讲 现在猪都杀完了 再说晚了 你今天给我得全拿着 全拿着堆 说到这里 石秀一伸手 把这猪就抓起一半 就哗 就让他肩膀子一扔 这一扔啊 这张宝没站住 哭腾 他就坐在那了 这一坐在那 石秀把这一半 又抓起来 哗 那一砸 这小子 跋下了 他一巴 猪肉绊子 你怎么敢 拿猪砸我 石秀说 我拿猪砸你 我还拿刀 贼你呢